- 发生冲突,到底怎么办? OK 好,那我们这边就来讲冲突吧 来讲冲突 把这个删掉一下 好,回来 今天冲突的话,我也找到一个情境 不过这边的话,我先在本地端设计一个冲突给大家看 那这个冲突是这样子的 来 冲突 好,来 我找一个 请问一下你有上上次的 上那个 上次的 上周的blanch的人 请加二 上次请加二 我们来找一张图好不好 那张图就是 那个git的练习图 不然我自己在这边 我这边再帮大家练习一次好了 就是说 好,我这边画 诶 我先重新整理一下 来 我们来练习一下就是那个git branch 我先来打一下 caturedv 好 不好意思 应该是先开一个分支 branch dv 然后呢 我打错了吗 我打错了吗 vrnh git branch 诶 我打错了吗 recomment 我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 好像没有错 他发疯了吗 哈哈 好,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我是哪里打错了 git branch dv 呃 不然我commit一个记录好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样也不行 哈哈 好,重新整理一下 来,再一次 git commit 诶 有了 那刚刚是发生什么事情 好,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尝试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今天的话 在master的话 我有commit记录 然后呢 我今天checkout到dev上 我这也有commit记录 好 然后我们今天getcheckout master 那我今天要get modge dev的时候 他当然会很顺利合并 ok 那这样子顺利合并的话 当然很正常 就是说 正常来讲 大家就会顺顺利合并 但是会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遇到冲突该怎么解决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画这张图 画这张图 ok 了解git merge know of 我在那个影片有讲到 然后影片我都放youtube上 你到那facebook找一下 我先讲完今天我要讲的东西 有时间我们再去帮大家复习一下 那这一画呢 我们就先切换到 回到那个howlow好了 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howlow上面的状态 目前长这样 有三个分支 那里面的话里面的话有一个 好我们今天的话就来 不然我换个新的好了 来 这边的话再重新复习一次 刚刚也有发现到有学生是第一次来嘛 那我今天先这个howlow2 那我来问一下那个刚学一周的学生 就是大家也一起来帮忙回答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的话 等我一下我 我先hello2 然后移动到hello2去 好我问一下各位同学说我现在 如果要在里面新增个数据库的话 我该下什么指令 没有错 正确答案 好那今天的话呢 hello2有了吗 好 再来的话 我今天就去新增一个 index.html 好 那我们就新增这支档案就好 因为我们就真正这档次 这支档案来看 那里面的话 我就去新增一些内容 那我就新增 里面的话会有个环境 然后里面是一个 OK 里面的话就是会有个环境 然后也会有一个H1 然后写标题 这样就好 那请问一下我要想要把这东西 加入到所以的话 该打什么呢 git add.正确答案 OK 然后这边的话就不用讲了 就是add index 好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想要去 想要去再新增一些东西的话 我可能就会打说 再加个H2 标题了 好 那这一样 就是一样 git add. 然后新增一个title 新增H2 所以现在有解卡密程呢 两个轻易加二 三个轻易加三 好到这边大概有跟上 好这边是重头戏 我今天要去刻意制造一个冲突 像我这边很美好 可是有真正的那么美好 不可能 一定会遇到冲突的时候 所以接下来老师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重拾在H1编辑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冲突 你只要今天可以看懂这句话 你就知道了 看懂这句话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好 那这一话就是写说 我今天的话可以先 我也顺便来画图一下 让大家增加这个观念 我新增两个convins 预设有master分支 这边大家是知道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去新增一个developer的分支 它叫db 所以我就写个git check out db 那当我写这一段的话 head就会贴在这个 branch跟着它跑 好 那我今天就可以去新增H1内容 好 所以H1的话我就写说 我是db 好 那写完的话呢 哦 我今天没有切换到 切换过去 OK 所以这句话 直接再还原一下 来 我这句话应该要先切过去 这句话 你发现到它就写说 我没办法切换过去 我没办法切换过去 解决一下各位同学知道为什么 直接让大家猜一下 诶 对没有错 诶 很棒很棒 大家观念很清楚 因为我根本没有新增branch 所以我应该先新增branch才对 ok 好 git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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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新增了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branch 所以我就切换到dv上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写说dv 那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写说git ad. 然后 git commit-end 修改标题 好 那此时的话呢 线图会变怎样 增加了第三个 那请问一下 你觉得目前是这样子的 是对的能轻加1 错的能轻加2 错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哪里错了 ok 怎么可能会错 master master 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是checkout到这里来 所以master 更有可能一起移动 对 没有错 ok 那在此时的话呢 它就会长成这样子 ok 好 可是我们今天的话 再切回来 比如说我们今天切换到git checkout master 好 切回来了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个线图是正确的吗 正确的 请你打下加1 错误请你打加2 那讲错误的人 请你讲一下为什么 黑的嘛 因为当我用git checkout的时候啊 他应该在这里才对 对不对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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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是在帮大家贯通今天讲的东西 好 那我今天切换到这里来了 我就可以新增一个记录出来 所以这个记录呢 那我就可以去新增一些资料 那这边 这边资料不见了 因为我现在在master的状态下 我就可以新增一个是 新增标题 master 那指示的话就是 那我现在的话就 欸有资料 然后就commit 好 那新增完资料以后 那我的 树状图呢 就是git的线图 应该就会长成像这样子 来 来 长这样子 然后 拉过来 认为我这样的图是正确的 请你加1 错误的人请你加2 好 正确的答案 没有错 是加1 好 现在我们都做什么事情 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sauce tree 我们来看sauce tree 看一下就是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线图 各位同学还不错 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完全不 不依赖sauce tree 就可以知道线图长什么样子了 那这也是要成为 好的git的开发者的 其中一步 欸也没有错 ok 那这的话呢 因为master的时间序 我是master 更新的 所以以时间顺序来讲 master应该比较前面 就如同这张图一样 然后第1V的话 第1V的话 第1V就发现到 他都改了第四行 所以是会有冲突的 但是不用担心 我会跟大家讲 冲突要怎么解决 那这东西会搭配VSCode 来去做讲解哦 所以这边的话 请这边的话 你今天都可以不听 可是这边你就要认真听了 因为这边就叫解冲突 因为你做的话 一定要去拥抱冲突 那我们这边写的话呢 我们就去写一下 今天的话就会写说 GitMergeDelope 就是Delope或者分支 那按一下的话 他就会提到就是 自动合并了 index.general config 就是代表冲突出现了 就是说 他冲突在哪样程式嘛 是index.general 那这边写到说 我这种合并出错了呢 你要先解决冲突啦 然后解决冲突 你才可以继续commit 我说O是这样找 真的假的 那我就要看一下 Git的状态看一下 然后Git的状态的话 里面也有写到 这边会多了一个状态列 叫做unmerged page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啊 你要先处理完这个 资料 处理完这个内容 才ok这样子 你要先解决这个 所以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index.general 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打开Vscore看一下 好 那在Vscore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到 你的程式码上面 多一个上面的这个箭头 跟下面箭头 跟中心这个 这是一种区分性 区分性 说上面这个呢 是你master的资料 就是你 你目前在哪个分支 它分支的资料就在上面 然后是别人的东西 就放在下面的位置 放在下面的位置 然后再来的话呢 在Vscore上 它有些预设设计 就是说 我要保留我的 或是我要保留别人的 就是下面的 你可以按这个 它就马上去做保留 所以我就按下给大家看 我想保留我自己的 我才正确的 这个是旧的了 所以我就可以按下这个字 它就只留我的了 ok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就是说我想要两个都保留 你就按下这个 就是接受双方的保留 变更的资料 它这两个就保留起来 ok 所以你可以借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删掉 就直接删掉就好了 然后自己改成自己要的 自己改成自己要的 这样也可以啊 都没有关系 可是Vscore 我发现很多开发者很仰赖Vscore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再提一下 它内建的GIS整个还不错 好 那这一话我就保留我自己的就好了 然后我就按下储存 那按下储存以后 我再按下GIS的状态去查一下 那再查一下的话 它会发现说 它就提到 一样 就是说 我发现这个档案啊 你好像还没有解决 你要先把它解决掉 那这个解决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 它会跟你讲说 你如果做好这个事情 也储存了 对不对 你要去GIS ADD 把这个档案给加进去 所以 我就打 GIS ADD 我都交点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想要 抓单一的资料 你可以用 index.html 或者是用 我印象中用点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把所有档案也抓进去 那抓进去以后的话 就是说 当你今天 它有写到 就是说 当你今天抓进去以后 你可以使用 git.commit 就代表 这次的commit 才真正结束 因为到现在啊 它合并还没有完成 合并还没有完成 所以你今天必须再下一个 git.commit 来完成这次的合并记录 所以我就打 git.commit 那它就会就秀出来说 新的commit 就是说 around merge的branch 是delove的分子 那曾经有发生冲突 它也写上去 就把它关掉 然后关掉的话 它就会合并成功了 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合并 然后里面就会有 它的预设的文字 所以这个话 整体来讲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流程 它流程是这样子 OK 直接解决冲突流程 我们再来跑过一次 那我这边想要试试看 啊 checkout 好 我来试一下 git.checkout delive 都这样写 好 那我让它们两个又回到原本的位置 就是两个都在同位置上 我们再做一次 我们再做一次 那我现在在dev上 所以我就写说 h2 dev 那样 就是git add.com git ci 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同学帮我了 那我这边的话就先帮大家打一下 add dev.h2 然后再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 dev改h2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下一个步骤 各位同学告诉我 我要下什么步骤 第一个指令我该下什么 我才可以切换 哎 改下什么指令 切换到什么地方去 哎 没有错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当然了 我们就是需要改 改内容了 你看这个 add不见了 那我这边就写说 master 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确实就是 git.add.n git.cia.n add h2 好 那又回到这个状态了 又回到这个状态 ok 那我今天的话想要合并dev的话 我该下什么语法 我才可以合并dev 请各位同学告诉我 当我今天想要去合并dev的时候 哎 没有错 好 那请问一下你觉得会发生冲突吗 觉得会发生冲突 请加1 不会请加2 哎 到这边大家来了解嘛 ok 好 冲突发生以后 他会跟你讲 哇 你冲突发生了 你其实目前的状态是 啊 合并还没有结束 你必须做完处理 他才会合并成功 所以你去看他现在的状态啊 目前的话 你的档案其实是放在工作目录上 哎 所以放在工作目录 就是说 哎 还没有合并成功哦 你的档案其实目前暂时 冲突的档案都放在工作目录上了 你去把 你必须把这些冲突的档案 交到所以 再抗命 他才会真正变成 抗命记录 再去做撰写 所以在这里呢 哎 我就必须解决了 我来问一下各位同学 如果 我今天想要两个都保留 我要按第一个 还是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我希望两者都保留的话 第三个 没有错 OK 那我这两个都保留了 好 那我就按下储存 按下储存以后 请问一下 现在抗命有成功吗 他是不是自动有抗命记录 你觉得有请加1 没有请加2 没有请加2 好 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按下哪一个指令 加入到所印 git ad 1. git index.net 都是对的 好 请问一下 加完以后的话 好像还没有结束 对 还没有结束 那请问一下我接下来 该上语法 git commit 好 我们试试看 好 好 那就写个卡命记录了 就是他就跟你讲 我会记录这个合并 拿合并的时候 他会写个注决说 其实有发生冲突 你其实也可以把它全部删掉了 就只留下就是 你要的资讯也可以 然后就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sust3 哎 合并成功了 合并成功了 OK 所以啊 不要害怕冲突 有冲突 有冲突档案 他会放到哪里 冲突档案 他会放到公众目路 还是所以 你觉得公众目路请加1 所以请加2 对 所以你必须先处理完 储存 把这些档案呢 再次加入到所以 然后再写 git commit 然后 他就跳出 commit讯息 你就编辑一下 然后编辑完就可以继续做 啊 这个问题很好 嗯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来试试看 我自己是喜欢 git commit 然后 让他自己带讯息 但是我觉得 你的问题 我也蛮想知道 那我们就 最后再做一次 然后做完以后 我们接下来要跑 最后一个 情境 就是本 就是远端冲突的情境 讲完今天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要特别去讲冲突 我要让大家 不要怕冲突 遇到冲突 才是更加理解 git的开始 所以接下来呢 呃 那个npx 遇到问题 我觉得也不错 那我就来看一下 那我今天的话呢 我就 我看一下 呃 而现在db的话 位置是比较旧的 那我就先 跟大家在同步的位置 好 然后再来 git 我这边的话就一样 就新增一个 db3 在第12行的位置 git ad1.n update git 然后 git 这边的话一样 啊 印象中是这个吧 git ad1.n git 好 我写两次 试试 git merge 然后 db 然后 两个都选 选完以后的话 就git ad1.n git conmin 更新资料 欸 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看你自己高兴 看你自己高兴 你也可以自己调整 或是跳到预设 我自己都跳到预设的值了 当然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自己做你自己想要的 所以 其实这东西大家知道原理 以后啊 其实就很好贯通 就会让你去看你自己的地方 好 好